长州林平区东湖北路有一家金化筒艺术中心 3月8号 靳先生给6岁的儿子报名了口才培训班 满12个月送4个月 每周一节课总价5680元 已经上了一年半了 感觉还可以 小孩子说话比以前有胆量的上台 上台主持啊各方面胆量就比以前都有提升 然后就想着给他续费 靳先生说 前几个月都是正常上课的 直到9月12号 他收到了第一次停课通知 理由是中秋调休 我们也没有当什么 就是按照正常停课了嘛 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就9月18号 本来又要上课的时候 他说又停课了 又停课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不对劲了 有没有说什么原因啊 没说 就是什么都没说的 在找的时候 上面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在那个门上贴了一个 有事请联系就是法人 然后电话号码留了一个 采访时 电门关着 里面东西都还在 玻璃上贴了通知 该培训机构目前处于停课状态 请在社区登记您孩子的报课情况 有没有联系过法人 现在怎么说 联系过 联系不上的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记者发送了信息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收据上盖了杭州新口才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章 法定代表人姓章 公开平台上登记的是另外一个电话号码 靳先生打了过去 那个公司在去年的10月18号 就是已经转让了吧 转让了 那网上的信息那个它还没有更新 因为那个不是 它不是那什么的嘛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就是您是原来的老板 我在2020年的1月份到2023年的10月18号吧 这个是我负责的 那张雨婷老板你能联系的上吗 这个张雨婷老板是联系不上的 我是有他微信的 但是人家不回信息的 方不方便把我号码转告给他 然后就告诉他我们是那个188黄金眼记者 然后想跟他了解一下现在这个店的情况 可以吗 我可以转给你啊 可以啊 就没上的 就是他既然不做了嘛 那把钱给退给我们 我们家呢 我们家是上了 还有52间没上 还有70%好退 属地街道已经介入 成立了专门的小组 处理这件事 一直是属于失联的这个状态 是那个法定代表人张总吗 对 他其他的政界的话 他也有类似的机构 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存在 所以我们在协同相关的部门 在找他 大家其实要反应的话 可以先到社区 把这个自己的诉求 他涉及的金额 登记下来 联系电话登记下来 我们呢 应该下周呢 我们会就是设法 那个找到 找到这个法定代表人 那么我们来商量啊 怎么来处理后续的这个事情 反正我们利索呢 觉得我们都会做到的 这般销法中规定 经营者停止经营活动的 应当提前30日发布告示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 预付卡余额 另外 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 记名预付凭证金额 不得超过5000元 靖先生把情况反映 给了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 1818红金眼记者报道